江的三位还有邓小平九二的南巡呢 无疑对中国过去三十年印象很深了 我接下来想讨论一下 那邓小平跟江泽民这些关系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现在二十大之后 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就展开他第三任任期 那过去就33年包括江泽民的13年 胡锦涛的10年还有习近平的10年 恒金你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很多人讲说 习近平不是江泽民 那习近平现在已经超越江泽民超越胡锦涛 他已经直辟矛盾 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习近平跟他的前任 胡锦涛跟江泽民之间差别 我想习近平在上台之前 应该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状态 虽然经济上确实是很大的发展 就是总体的GDP这个数字很大的发展 但是问题非常的多 民怨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那个时候曾经一度有一个江湖传闻 就是那个原来是那个叫什么 原来刘元的那个秘书 那个不是那个智囊叫什么 说了一个叫做说 当时胡温他们做的呢 叫做抱着定时炸弹玩几股传花 只要能把这个这个炸弹传出去就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遗留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就是邓小平的上 不是邓小平对不起 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确实有那种愿望想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进行变革 然后呢彻底的摆过过去的困境 然后呢重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江山 这是他一直自认的 这个是他父辈打下来的江山 他要中兴他要变成那个中兴的这个支柱 所以呢他当时呢刚上来的时候啊 应该是雄心勃勃 雄心勃勃 所以呢当时在经济上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变化 政治上呢他通过王岐山呢进行反腐 当然后来最后反腐逐渐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反腐 但是经济上呢他那个时候呢 你比如他有一些政策像这个提出来这个 刘鹤的这个供给色改革呀 然后提这个三去一步啊 然后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啊 很多的这些政策呢 真的他希望这个能够解决中国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包括他后来最后开始 重视到了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与生态生态平衡的问题啊 哎他确实想做这些想有大动作 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的问题啊 他是有有这种大的想法 但是呢他这些想法呢 更多的都是拍拍脑子就来的 很多东西呢就是 就是我说了算的这种政治结构 又加上他的反腐的力度那么大 所以呢把很多的人 很多真的有争夺执舰的这些人呢 其实呢都给 都大家都是进行了 然后呢他在政治上呢 就更加强烈的压制 但是呢他在经济上的这些做法呢 几乎每一个两年 每一个都是失败的 你像最早的时候搞的像上海自贸区啊 然后呢搞的这个 搞的共许策改革呀 都是干了一年就没戏了 干了一年就没戏了 所以呢这个 要说呢他跟前两任 跟前两任的区别呢 实际上就是他真的是制达才数 制达才数 然后呢治国能力啊非常的差 但是实际上呢真的一个好的领导人啊 好的国家的领导人 未必自己啊就是像哪吒一样 这个三头六臂什么都能干 这个毒打天下无敌手什么的 未必是这样 你要是真正的一个好人 应该是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 但是呢正是他的一些性格 和他自己的一些 这个各方面素质当中的这些缺点吧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用的人 他最喜欢用的人 都是听他话的人 都是耶斯曼 所以他把那些不听他的话的人 都拿下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办法 所以呢在他的执政的过程当中呢 只有耶斯曼没有know night 所以呢没有人给他提供 各种各样的这种 至少选项吧 不一定反对一点 至少提出选项 所以呢他的在很多的决策当中 都出现了问题 举个例子 在这个就是这个2014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呢这个别人给他提出来的一个办法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债务 债务呢 从中央到地方 这个政府再到企业 再到民间 债务呢累累 这个积攒的非常的大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别人就提了一个招 那就是什么呀 就是现在的股市啊 这个低估了我们现在的企业的这个价值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要加 这个增加股市的这个value 提高它的价值 那一旦这个股市价值提高了以后 企业呢就开始有钱了 因为这个民间呢就会把大量的存款拿出来投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企业呢就可以把他们欠的那些 那些债务 那些债券呢就完了 这样的话呢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然后他们就赚到了钱 又降低了融资成本 赚到了钱 然后呢就可以给全民分红了 那政府呢又可以收到税了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model 所以呢在这种大的前提下 这个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呢 就开始一起来混这个股价 然后那个时候 我正好呢是2015年在中国 第一次回到中国 然后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呢当时有关部门就问过我 说怎么看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我说诡异 然后他们当时就说我戴着一个色眼镜 根本不可能 我们现在是蒸蒸日上 后来呢等我到了六月份股市就垮了 在这之前四月份的时候 李克强那时候号召大家跑步入场 习近平说上证指数当时已经五千多点了 一定会达到一万点 你想明天只要你投资进去 明天就能赚大钱 谁不投资啊 结果很多的这些生斗小民 没有任何这个金融投资经验的这些人 结果借钱也要进入股市 就像后来之前那个房市和一直延续的房市 跟他很相像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时候他们自己哄台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有一个model 他说用这个model 我就中国就走出了困境 结果使得中国进入一个大困境 而到最后股市在六月份垮台了以后 从六千多点一下跌到了两千八百点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真的慌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因为有关部门到各个地方去找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中的也问过我 希望我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认认真真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些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有效的办法 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对的 但是呢他们是谢谢了我 但是非常明确地告诉我 我们做不了 你那市场经济的办法 根本我们做不了 如果他们怎么办 直接派公安部副部长进证监会 进这个股票交易市场 直接抓人 对吧 我的好几个朋友都是被限制出境的 协助调查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 他最后呢 是从一个荒诞的一个 一个model里头呢 就他们拍拍脑子就决策了 然后呢就走到了一个 更荒诞的状态 明明呢 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的情况下 他们都没有去做 结果呢 这只能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反映出来 他们第一 他个人的素质 个人的学养 个人的这个能力是有问题的 第二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结构 不可能能够正常的领着这14亿中国人的这个大船 能够真的一直往前走 所以这个时候才看出来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 所以呢这个就是习近平和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江泽民的时候还更多的 他还听他周围的人的这些的不同的声音能听到 他周围也确实有这种声音 而且呢在江泽民的时候没有通过这种大的大规模的这种反腐运动啊 最后呢把对方的完全干掉 他虽然干了像这个有几个啊 像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 但是呢 但是没有说彻底的就是把这种 这种就是他党内 至少党内的不同的声音完全消灭掉 胡锦涛呢 那就是更多的是无为而至的状态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看呢 就是这个这个当今的这个这个领导人呢 他实际上是刚毕自用 而且他非常的蛮横 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 能够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实际上中国非常危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动态清零走到今天 最后走到一定要走到非常断崖的时候 才能停下来的一个重要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一下东来清零 盛明你怎么看待从历史的角度 你怎么看待这个江泽民 胡锦涛跟习近平 这三个人呢非常不同 就江泽民潜意识里面认为就美国啊 高得不知道到哪去了 这是他跟记者讲的话 这是他潜意识里面的话 我相信也是他相信的东西 胡锦涛呢就未必 就他实际上那个时期已经开始比较收紧了 但是呢胡锦涛也就是一个偏方丫头 他理不了政 他也管不了那些红二代 就是所谓的那些 造囊家的谁也不听他的 没什么根底 所以他也就乐着一个不管事 就胡温十年 也就拿他们两个名字一拼 大概就能拼出一个味道来 胡温就一混 所以说到了最后的一年呢 他说的这个话 追到了习 那就是另外一个时代了 就是一个开始折腾的时代 但是习呢他有他这个性格中的一个弱点 就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犹豫不决的人 他不是像前任人们说他的或者骂他的 说他中央很霸道 他是一个相当犹豫不决的 优柔管断的人 在很多事情上呢 他是试一下又退回来 就是对美国是东升西降 还是呢 曝光养晦 还是一千个理由 对吧 对台湾到底是怎么做 对疫情 庞岛还是清零 一系列的问题吧 就正因为这种性格呢 其实造成了很多 就现在很多问题是从这个性格出来的 就比如说讲到清零 他自己就非常犹豫 我根本不认为是有谁在反对他 清零 如果有谁反对的话 就他自己在反对自己 从三月份起 他其实已经想在转弯了 他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注意的讲话 就是说要以最小的代价 在海南讲的 达到最大的防御的效果 这跟前两年讲的不惜一切代价 已经截然不同了 那后来我们现在也看到 上海的转向 就是五月份那一次 其实不是李强闯了祸 就是李强张文宏 在习的默许甚至授意下 进行那个实验 当初我们在这辩论的时候 大概还没人相信这一点 我记得出台的节目 还是李强这个事以后 标社进藏了当总理了 可能就是不罢免就不错了 就闯这么大的祸 我记得在7月22号的一个节目上 就讲到这个事 我记得我当时讲的是一句什么话 我说如果习以孤行的话 李强就是总理 之所以我敢讲这个话 是因为我看到上海出这么大的事 闹得这么大 李强不光没有被罢免 习甚至不去上海 两年以前的武汉出事以后 武汉的市委书记 湖北的立刻被调职了 习不去就是给他留面子 甚至就 还派了孙春兰去 让他去管防疫的事 让李强的跳出来 不做 那就是给他保留一个机会 不让他再继续 受到冲击和压力 因为上海已经搞烂了 防疫就是一个 怎么做都是错的一个活 防住的是折腾 防不住的责任更是不知道多大 所以习他实际上 他试了一次在上海 没成功退回去了 他当时的事实际上 无非就两种 一种就是中国的清零 两年了 也算是有效 至少是基本没死人 在武汉以后 另一种的西方的 共存也有效 但是都有代价 共存的代价 就是会死很多人 当时世界上死了六百多万人 清零的代价 就是影响经济 影响生活 他在中间找到一条路 就是既不影响 既不死人又不影响生活和生产 这就是他很喜欢说的 就既要又要 你如果去看他的讲话的话 他很多地方都会讲这个话 那上海他就想走一条 叫精准防御 对不起 就既要又要的路 没通 退回来了 那后来我们很快又看到 就二十条也出来了 十月份的时候 我记得在这儿呢 当时还有个小争论 我说这就是他又要放了 有朋友说呢 就是看不出来 没那个意思 所以他又试了一下 二十条出了以后呢 又试了石家庄 又突然一下放 就有点官场经验的人 大概都知道 没有哪个市的市长 敢这样去放 如果没有默许和支持的话 石家庄放了以后呢 又失败了 因为老百姓反而呢 但是要求要做核酸检查 反而不敢出门 因为这两年你把他吓住了 所以说他自己 如果是谁在反对他的话呢 是他自己在反对自己 他想这样做 碰到压力以后 出事以后呢 他就赶快退回去 因为有一个基本素质 是在他心里面的 我想他是记得很清楚 就是死人的数目 新冠到现在 美国死了108万人 千分之3.2 法国 英国 德国 差不多都是千分之3左右 就发达国家 那么香港呢 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700万人死了9100人 千分之1.3 因为新冠本身的支持率低 美国 法国那数字呢 是新冠Delta 这些加在一起的叠加数字 那至少呢 香港给的他一个 1.3%的这个数 这个1.3放在大陆呢 就是170万人 我声明那个疫情 我们等一下下一个议题 可以来讨论 我发现 我讲这个人的优柔寡断 是他的一个特性 那么上海呢 放开以后 就是他 所谓精准防疫失败以后 60万人感染 死了580个人 差不多600个人 刚好是千分之一 所以他赶快就退回去 但是呢 现在又来了 就是上海啊 几个地方同时开始 所以这就是他的性格的一个底色 就是比较犹豫 而这个犹豫呢 就造成了很多 他的问题 但也有他不犹豫的时候 这比较跌破眼镜的 就这次二十大 就是 严然不像是他的做法 就有点像他从82年上台 就是82年从政吧 到12年上台 你看不到他有一些什么 很亮的一些政绩 基本没有政绩 也没有他说的狠话 但是偶尔会有一次 我想大家注意到 就09年在墨西哥那一次 那是比较他性格的另外一面 就发起横了也蛮厉害的 但是好像是跟乔建喝了酒 讲了三个不折腾 行 那先就讲这些 我想博士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待过去是三位领导人 之间的主要差别在哪 主要差别 其实我刚才也在谈了 他们这个领导人差别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整个国家政党形态的变化 我觉得谈领导人的心理政治性格 谈他们的治理能力 这种政治的艺术 谈这些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和这种大趋势 江泽民当时特别喜欢谈的 这种历史潮流 历史大趋势 他当时上去的时候不是念了林哲学的两句诗吗 这个狗语国家 对不起 我也忘了 那么中国人是其实很强调这种 长期这种历史的这种长长期性的 那在长期性过程当中 我们来比较这三个人的变化 出身阶级 专业能力 治国理政等等等等 那么大家我们把这些指标拿出来 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自己就很清楚了 就能看到了 我们刚才在谈江是他的13年 我们谈他的主要后十年 那么前三年并不重要 前三年基本上是一个小媳妇的一个状态 那么92年才开始真正的他是做他主要工作 在我看起来实际上是在跟国际社会打交召 整个十年就是让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 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摆脱六四的阴影 这我相信是他519去接任总书记 至少当时还是名义上的 或者说当时还是一个替补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相信是邓和他的这种交代 这种交代是我觉得是 他是在六四前后这样一种角色 他整个他执政十年 在我看起来都是为了摆脱六四阴影 那都是为了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都是为了 国际承认的步伐是一个志向极伦一样 他是自我增强的不断增强不断增强 最后在每年的美国的审议当中 不断最后进入WTO摆脱这些审议 最后这样这样慢慢的 那么胡锦涛他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我们说隔代指定怎么样 但是他是将的这个遗产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他可以相对比较轻松的放水养鱼 那在他的任内我们就看 将时期所形成的专业化干部化 进步到发展这一方面 但是集体领导制就像Tito 1980年死了以后 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也搞了 这个几年的集体领导制 那么这个集体领导制在江时期 形成真正的事情 真正形成 摆脱了邓时代胡赵时代的强人政治 那么他把这种真正的意义上的 强人政治之后的集体领导制 在胡温的相对软 软就叫什么弱势的一个中央领导 这种情形之下变成了一种党内的利益集团化 这种利益集团化 我们可以叫他派系 其实不太严格的派系 因为交叉是很多的 但是利益集团化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就是集体领导 七个常委 九个常委等等 实际上就变成了相应的寡头 一种寡头的统治模式 这种寡头统治模式 也叫利益集团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是将到胡时期 中共党内政治形态 以及政经形态 我相信是这20年最大的变化 那么习上来以后 他上台之前 他谈的跟我们 我们刚才在谈 邓小平 我一直强调的 91年819之后 他的那种担心 那么在习身上重新唤醒 那么习的唤醒 实际上习把自己看作是 某种意义上讲的 91年819的 他再回到了819的时刻 来提醒什么呢 他担心党内的这种利益集团化 这种寡头政治 实际上最后 要么就发生所谓的 巴尔干危机这种混乱 或者就是苏联式的崩溃解体 我们也知道在苏联的80年代 那么强人政治 在柏内的那副深厚 那么走马灯 走马灯这么情形 那么 在90年代 90年代 那么在叶利钦统治之下 以及当时的普京的第一个十年之下 我们看寡头政治兴起 那么产生了很多问题 产生了很多问题 我相信习在那个时候 他是看到这个问题 他在过去十年所谈的 重新回到革命党 拒绝以执政党姿态进行 担心中国颜色革命 或者苏联崩溃的命运 其实他是看到中共在江湖之后 是有可能转向社会民主 是有可能在党内 在中国和国际社会 这种共同的这种 这种和谐的关系之下 慢慢的转向民主化 或者是更糟糕的一种情形 比如说普京当时的一种 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当时其实已经有 很多迹象出来的这种 彻底的一种寡头政治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习过去十年所做的 实际上是刹车清洗 都是在止住这种寡头政治 这种利益集团化 对政治局常委的 这个根本的利益集团的 这个汇聚 这种党内的这种集体领导制 其实是做了一个 某种意义上讲 是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的结果 当然他自己在扮演 这个新的强人政治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看到的 一个一个历史的轨迹 那么他是不是 至于他本人是不是强人 他强人做得多好 他是不是愿意 愿意当强人 他仍然想把这种强人政治 当做是全过程民主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我相信 比我看的都很清楚 这个郁文呢 郁文你怎么样看待 习近平的强人政治 其实我们讲比较 比较这个习近平跟胡锡刀 这个江泽民的这个差距 有各个方面 包括他们的这个 这个教育背景 包括他们的家庭出身 包括他们的形式风格 当然包括一个更大的 一个这个时代背景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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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那么从这个我们讲 从这个他的这个形式风格来讲 刚刚这个前面两位 这个都谈了 一个什么犹豫啊 一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大财势之类的 习近平这个形式风格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亲力亲为 他接连了有点上周恩来 你看他 你看他这个 尖利那么多小组长 就可以看出来 一方面尖利小组长 是一个属的一个集权的一个需要 但是我们讲 他的大权在握之后 他还能不能放弃的话呢 他其实也是想 每个就这个这个 自己站在一站就轻度几回 包括这个疫情 什么轻度几回轻度部署 他都是有这么一个因素 可能别人办事他不放心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领导风格呢 当然就是 你你什么时候都要一揽着自己来做的话 那你手下就是说 就就就就就没人愿意给你干干活了啊 这是一个 那么穷实的背景呢 刚才吴强谈了所谓的这个寡头政治啊 这个呃 他探到了习近这个胡锦涛 这个胡锦涛习近的那个所谓 弱势总书记 弱势总书记的那样一样一样的比较 弱势总书记的话 那一个道具的一个后果 那就是就所谓的我们讲就是 你阵定出不了中南海 你想干什么事都干不了 刚上台的时候 这个恒金谈到了当时 他进行了一个熟识伯伯的改革计划 类似是八戒三战全民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那个改革计划呢 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权力还不是很稳定 并非是他本人的 就是完全是他本人的一个议员 因为他的第一轮班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还是江湖时期的那个班子 特别是江世纪我们讲 所谓的那种这个 从邓延续下来的那种改革传统 在还存在 包括一些官僚还存在 那么他要制定 那这样里面这个所谓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印象 一方面是党类的结构性的转变 无常高难传道的是 我们讲一个的寡刀政治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民主 我因为当时在胡后期 胡锦涛的这个后期的话 所谓党类民主啊 包括这个革命党 向激进党的转变都是很明显的 都是党的都是有呼吁 有这种新会出生的 但是他肯定是不愿意 不愿意在这种现场 现场出生 另外一个就是说 学校这个我们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的这个影响力国力大增 所以讲他那个时候有信心 自身之心爆满 所以才提出了什么东西西架 还有所在百年 未有的这大变局 这样一次论断的出赛 这都是述数他 我们讲这个 这个十年下来的 这样一个执政的 这样一个 共和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就谈这么说 欢迎收看新闻焦点 德国之声调查报道 从海德堡走向中国的敏感量子科技 德国之声作者 Sandra Petersman Ester Felden 过去二十年间 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 海德铺大学 一直在和中国科技大学合作 共同研究量子物理 至于这座中国顶尖高校 与军方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直到最近才刚刚引起了德方的重视 在一张布置有粉白香剑塑料假花的讲坛后面 一名男子正在介绍中国研发的一款能够用于侦测隐形飞机的激光雷达系统 这段流传于互联网的20分钟视频 其日期标注为2020年12月 时值疫情管控 由新疆科技协会主办的这场介绍中国量子科技研究成果的活动在线上举行 一名年轻人在活动中提问 量子技术研究对于新疆有何重要意义 演讲者回答说 新疆是反恐维稳的主战场 需要提一下演讲者的身份 国对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高管 本文稍后还将再次着墨于这间中国科技企业 演讲者在回答中提到了我们的国防安全面临的压力非常大 尤其在信息安全领域 西方的一些敌对势力通过对我们内部信息的挖掘和窃取 对我们的信息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国对量子的这名演讲者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量子通讯技术 这有助于更好地为我们社会稳定 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提供有力的支撑 然而 这场有关中国量子科技研究成果的线上演讲 和德国海德铺大学又有什么关系 德国之声调查团队与德国新闻调查机构 Collective合作数月 揭露了这场曾经让双方都欢欣鼓舞 近期却引发质疑的长达20年的德中科研合作 除了海德铺大学 我们还将重点关注中国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 他也是国顿量子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人才摇篮海德宝 潘建伟早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 90年代中期前往奥地利维也纳 是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蔡林格 工读博士2003年夏天 他转战海德铺大学 创立于1386年的海德铺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 内卡河边的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 人口仅16万 却能吸引全球各地的科研人员 多年来 海德铺大学的物理和天文学院一直被认为是量子物理基础研究的顶尖机构 曾经与潘建伟共事的奥地利量子物理学家施密德迈尔回忆说 潘建伟总是对基础性问题很感兴趣 试图探索能否从基础问题中研发出某种新技术 施密德迈尔说 潘建伟当初关心的话题是 量子保密通信传输距离最远可以有多少 究竟如何实现 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 样子科技将对世界造成比互联网更为深远的改变 潘建伟本人也在书面回复德国之声与Corrector时表示 他坚信这些新兴科技最终将让人类全面受益 然而 量子科技在军事领域也有广阔的潜力 尤其是在谍报 侦查以及监控方面 潘建伟科研成果斐然 在量子通信领域逐渐积累的名望让他获得了不少重要奖项 还得到了大量的科研资金支持 该校物理学家赫尔曼Norbert Hermann在接受《德国之声》与Corrector采访时回忆说 潘建伟当初就已经是绝对的明星 海德铺大学的量子科技研究之所以能够扎纹脚跟 尤其要归功于潘建伟 这一切当然也在国际层面上提升了我们学院的地位 在那个年代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在德国越来越受欢迎 不论是政界还是经济界都非常乐见德中科技合作 藕断思联 潘建伟2003年来到海德堡 他在几乎不受干扰的环境下 花费五年多时间组建起了科研小组 在此期间 他时常飞回中国 潘建伟非常善于构建人脉网络 他招纳了总共九名年轻的中国量子科学家 让他们在海德铺大学进修 这些中国年轻人同样也获得了欧洲方面的资助 施密德·麦尔回忆说 当初在海德堡 整整五六年时间 我们共同研究一些很酷的基础科学问题 合作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2018年 潘建伟当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2008年 潘建伟返回了中国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他不仅仅带走了他的徒弟们 也带走了他的实验室以及研究项目 许多设备都跟随潘建伟被运到了位于合肥的中科大校园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 欧盟刚刚为潘建伟在海德铺大学的科研团队 划拨了一笔140万欧元的研发资金 为期五年 随着潘建伟的回国 中国不断发布量子通讯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也是目前发展最快的量子科技应用领域 2016年 潘建伟的研究团队将莫子号量子通信卫星送上了太空 2017年秋天 一场北京与维也纳之间的视讯连线会议 首次使用了这枚量子通信卫星设立的保密通讯通道 可疑的军方联系 海德铺大学的档案显示 即便潘建伟回国 也没有让该校与中科大之间的合作终止 中科大2009年任命潘建伟为讲习教授 潘建伟依旧在向海德堡派遣青年学者进修 2011年 两校还签署了师生交流协议 到了2016年 两校更是计划合作 在中国建立一所联合量子研究中心 负责人则是潘建伟和魏德谋勒 在次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序言里 还提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这是一所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高校 中央军委主席则是习近平本人 海德铺大学在一份书面回函中表示 中国国防科大在当初的计划中不扮演任何角色 如果该计划有后续跟进 国防科大的相关联系肯定会被更仔细地审视 在今天的大环境下 海德铺大学不会再签署这样一份合作协议 不过 这一雄心勃勃的合作计划 迄今没有成为现实 也许将来也不会 曾经人见人爱的合作伙伴中国 如今成了德国的体制竞争对手 中国正展现出越发自信的姿态 就在去年11月 一份泄密的德国外交部文件草案写道 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正在让我们的合作面临限制 尤其是这些合作会加强中国对外投送军力 对内压迫的能力时 潘建伟目前依然保有海德铺大学物理和天文学院讲习教授的身份 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德国物理学家 物理和天文学院院长魏德谋勒·Maphias Weidmaler在海德铺大学校园内接受了德国之声 与Corrective的面对面采访 魏德谋勒2008年来到海德铺大学 也就是潘建伟回国的那一年 不过 魏德谋勒依然被认为是潘建伟在这所德国最古老大学的最重要伙伴 他带领记者参观了学院的实验室 并且指出 基础科学研究者必须要开展研究 但是需要明确的规则 这包括透明与公开 魏德谋勒在2013年收到了中方的邀约 在后来充满争议的千人计划框架下前去中科大讲学 魏德谋勒接受了这份回报丰厚的中国顶尖科研邀约 据他本人介绍 主要是出于对这个国家以及其人民的好奇 也有不少西方学者拒绝了千人计划的邀约 其中一些人是出于意识形态忧虑予以拒绝 魏德谋勒成为千人计划议员的仪式 则是由潘建伟主持的 潘建伟本人对《德国之声》以及Corrected表示 促进跨文化 跨国境的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 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 因为这对全人类的福祉有着深远影响 潘建伟特意强调 他当年在欧洲期间就对这点深信不疑 何肥威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在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为魏德谋勒设立了一间实验室 2018年前 魏德谋勒每年都会在那里待上两个月 此后 他依然是中科大的讲习教授 魏德谋勒最近一次去中国 还要追溯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 在采访中 魏德谋勒强调 他为自己设立了非常明确的界限 没有人来试图说服影响我所研究的东西 他表示 学术自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向自然提出问题 我们迫切地想要理解自然的运作机理 魏德谋勒为基础科学研究投注了全部的热情 至于研究成果是否会转化为军用 他却默不关心 他辩解说作为基础科学研究者我们当然不会关注这方面 从2019年起 魏德谋勒还兼任海德铺大学主管创新成果转化的副校长 所以他当然知道量子科技研究成果具备转化军用的潜力 不过 他依然强调 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研究方式来决定其研究里应用究竟有多近或者多远 新疆分布 除了潘建伟 如今还有11名曾经在海德堡进修过的学者在中科大任职 他们中 有些人正在领导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还有些人参与组建了量子科技领域的初创公司 这些企业已被证实和军方有关联 潘建伟当年在回到中国后 也很快参与创立了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是中科大第二大股东就是潘建伟 该公司时常使用一句广告词用量子技术保护每一个比特 2022年该公司在提交给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中披露 正参与多个军工项目 除了位于合肥的总部 国盾量子还拥有六个分部 其中就包括2017年成立的新疆分部 早年求学于中科大 现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与中美关系的华人例子 物理学家程扬扬认为 国盾量子在高度军事化的新疆设立分部 肯定不是偶然 在道德上有可指摘之处 这家如此年轻的公司在新疆设立分部 这一事实表明 该企业很可能与中国当局的安全机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潘建伟则对德国之声以及Corrected表示 他不知道国盾量子为何在新疆设有分部 他声称 2011年后 除了担任股东 未曾在参与公司的领导工作 国盾量子方面则没有回复记者的问询 美国制裁 美国的情报安全公司迈进科技 Strider Technologies 曾在2019年底发布报告指出 潘建伟以及中国科技大学都和中国的军工产业有着联系 报告还认为 海德铺大学可能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的 军民两用的量子科技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国伙伴 潘建伟本人则在对德国之声以及Corrected的书面回复中表示 他2008年从欧洲返回中国后没有任何项目是由军方支持的 不过 潘建伟也承认任何技术的发展成果都有可能用于军事目的 即便某项技术能用于军事也不是任何科学家能够掌控或者预测的 潘建伟在回复时特意用全大写字母来突出任何一词 美国政府2021年出台了针对国盾量子的制裁令 制裁理由是 国盾量子是一家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现代化的中国科技企业 此外 美方还指控国盾量子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物资以支持中国的军事应用 德国之声与Corrected多次向美国当局就此制裁令发去问询函 但是美方并未提供进一步信息 中美之间多年来一直在激烈争夺量子科技领先地位 和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也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 前文提到 魏德·谋勒在该中心也有一间实验室 他表示 他不可能忽略这一事实 但是依旧强调 他的基础研究与国盾量子这样的企业级应用相距甚远 北约盟军转型最高司令部 SAC 在2022年2月也开始关注围绕中科大的应用研究 转型最高司令部负责促进北约各国为未来的战争形势做好准备 据悉 在一次线上会议中 该司令部花费一个小时讨论了中国的量子科技领域的飞速进展 其中也提到了中科大与海德铺大学的联系 以及国盾量子与大型军工企业之间的关联 学术自由与道义责任 关于中国科研领域的军民合作 电子科工集团CETC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家国有企业的主要业务集中在通信技术以及数据处理领域 并且明确表示也面向军方以及国安部门的需求 新疆警方一款用于全面监控维吾尔人的手机APP 也出自中国电子科工集团之首 2018年 中国科技大学与电子科工集团签署了一份科学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量子科研领域 代表中科大签字的正是潘建伟 当时他已经兼任副校长一职 潘建伟则在书面回复中表示 量子科研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重要的是 我致力于增进知识和创造力 以更好地为人类和社会服务 然而 中国已经不再被视作是德国以及欧洲的正常伙伴 欧盟委员会对德国之声以及Corrective表示 在发展程度较高 以及更贴近市场的科技创新领域 与中方机构的合作不再符合欧盟方面的利益 面对压力 海德铺大学2022年设立了一个出口管制事务处 负责仔细审核跨国研究项目是否具备军事应用的潜力 这所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正面临一个原则性问题 如果一个合作伙伴由于体制因素而难以避免的与军事机构过从甚密 那么合作应该如何开展 海德铺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汉学家层词 On your sense 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他认为 与中科大的合作关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曾词不愿意一刀切地设定红线 但是却希望批判性的反思科技的影响 在被问及潘建伟时 曾词说 必须要对一个人发展历程进行批判性的陪伴 并且在某一个时刻扪心自问 这个人在这个体系下到底扮演何种角色 曾词希望批判性的反思科技的影响 卫德谋乐则回避有关潘建伟的问题 同为副校长的他反对贸然切断合作关系 哪怕某时某刻某人以某种方式让某项共同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产生了被运用于 原先没有的目的之危险 也不应该切断联系 他还说 他可以想象在框架条件合适时再次去中国 难道我们要在自然科学的重大话题方面停止交流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 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我们已知的是 中国正计划在2049年前打造一支最为现代化的军队 而通过与西方科研合作实现的技术转移 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到了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政策 其中强调量子科技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力争让民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军用 谢谢大家收看新闻焦点节目 College of Engineering btist.com 子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新闻焦点 中国总理李强出访德法 海外首秀孔迎来警惕目光 VOA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六 6月17日开始将出访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 这也是李强今年3月 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出访 不过李强这次出访的时机 似乎并不太好 就在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法消息的前一天 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指责中国寻求利用其经济实力 达成政治目标并谋取地区霸权 因此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 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德国国家安全战略 还将中国定位为 德国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 而在上个月 包括德法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 一致同意 不能在贸易上过度依赖北京 必要对于北京贸易去风险 由李强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预定于18日起 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将与德国联邦政府官员 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这也是中德两国政府 自2018年来 首次举行高层官员面对面的磋商 李强随后将率团 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将在巴黎出席一场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近年来 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运行 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呈现出强劲任性与活力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 宣布李强欧洲行之后表示 李强总理上任后 首访选在德国 充分体现了 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 面对国际局势动荡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人类共同挑战增多 中方期待同德方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 一道向世界发出 加强对话合作 坚持互利共赢 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 为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 维护国际和平稳定 注入正能量 汪文斌说 德国总理奥巴夫 舒尔茨 Olaf Scholz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以及其他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上个月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时 曾经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强调 七国在与中国经贸交往中 采取去风险 但不脱钩的共同立场 此举遭到北京的反对 而德国星期三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 指责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也令北京感到不满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驻德大使吴肯 在大使馆内部的一封通讯中表示 据风险的说法具有破坏性 我们非常希望 德国对中国采取合理的立场 反对任何的分离或疏远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李强访得的任务之一 就是在经历了历史三年的防疫风控 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并解重创经济之后 重新吸引德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 重返中国 德国是欧洲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 包括汽车和化工在内的德国企业 在中国的投资布局很广 李强在德国访问期间 还将出席中德第十一届 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并与两国经济和产业界代表 进行深入的交流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李强在担任总理之前 完全没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 但是由于他在浙江曾经担任过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 而成为习近平的心腹 不过他后来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 与工商界关系密切友好 而且也有改革派的口碑 德国总理舒尔茨 因为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 而在他的联合政府内部受到批评 去年11月 他也成为七大工业国集团中 第一个在中国一切解封后 访问北京的领导人 舒尔茨希望为欧洲公司 争取在中国运营的公平待遇 与此同时 他也响应西方国家 有关在敏感技术领域和关键矿物质方面 取风险的号召 试图降低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中国核武库大幅扩张 日本台湾如何应对 VOA 瑞典智库6月12日表示 去年全球多个国家增加核武库存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 专家表示 中国发展核武将造成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但是中国的目的不是想对外围国家动物 而是在削减美国的影响力 东亚恐因核武竞赛造成安全困境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CIPRI 发布的2023年CIPRI年间指出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全球可用核弹头库存增加 增加的大部分是来自中国 核弹头库存从350枚增至410枚 研究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中国扩大核武库 目前全球核武数目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和美国 加起来占了约90% 第三名则是中国 报告还说 根据中国的建军部署 到2030年 中国有可能拥有 至少与美国或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 史密斯 Dance Smith说 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正以世界强权之丝崛起 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 指中国增加核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回应称 中国一直坚持自卫防御和战略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FOSS和信息项目主任 克里斯腾森 Hans M. Christensen指出 中国的核武库在大幅扩张 这种趋势与中国宣称 只拥有最低限度核力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台湾开南大学 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 随着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增加 将会自己其他国家也增加其核武器库存 引发一场新的核武器竞赛 他表示 这将给全球的核扩散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 例如 日本会审慎考虑发展核武的必要性 这么一来 将会导致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变化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与韩国等国家将感受到强烈的威胁 一定会重新评估其军事策略和防御计划 势力造成安全困境现象发生 另外 国际社会也会对中国的态度产生更为负面观感 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对中国的核发展态度变得更加怀疑和警惕 陈文甲认为 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大幅增加 已经把区域内的危机与冲突推到眼前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进 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 中国急速增加核弹头库存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改变东亚局势 而是基于和美国之间的竞争 他说 这些核弹头的库存数量暴增主要用来归设美国 中国对其周边国家的使用核武器根本没有必要 它主要是削减美国在东亚地区 甚至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让美国鸡蛋和中国发生核武战争 秦进指出 虽然中国积极发展核弹头的主要目的是与美国抗衡 但确实给外围国家造成莫大的压力 很可能改变外围国家的战略规划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 他认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来主张非核家人 然而 面对中国增加核弹头带来的压力 必然在核武相关活动方面重新衡量做法 日本受威胁过大 恐调整国安政策 岸田文雄6月12日 在国会众议院 决算行政监事委员会会议上透露 关于核财军 正在协调届9月 在美国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之机 与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公约 FMCT相关国家举办活动 长崎大学核武废学研究中心 瑞克纳副主任林木达智郎 以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 岸田出身广岛 在传统上是对中哥派 但是面对中国在东亚地区造成的压力 特别是核武威胁 也不得不考虑调整推动无核政策的方式 他指出 作为日本的正式盟友 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没有必要太早讨论和共享 但是强化日本自身的防卫 来因应中国威胁是必要的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认为 中国急速发展核弹头 最紧张的国家是日本 这也为日本带来社会危机意识 以及宪法修正最大的契机 由于中国的崛起 和在地区造成的威胁 日本已经在修正战略文件 还大幅提高防卫预算 加强针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 走向正常国家的道路 他说日本一直受限于战后的和平宪法 还有禁核三原则 中国的核库存暴增 会刺激日本社会重新认识危机 这会加速宪法修正 允许再度拥有自己的军队 以高度民主国家的姿态 重回国际舞台 东亚战略研究者陈文贾教授表示 在面临俄罗斯 中国与朝鲜三大拥和国包围下 作为唯一受到原子弹伤害的国家 日本自然会大力推展禁核活动 提醒国际社会核武器的危险性 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但也有现实的问题 他说在拥和国家的包围下 进行禁核活动 可能会使日本面临安全威胁 如果其他国家不愿意放弃其核武器 日本可能会处于军事上的劣势 陈文贾认为 禁核活动可能会引起 日本国内与国际的反对压力 因为面对拥和国家的威胁 日本应该保留发展核武器的选择 才能保有质于人 而不受质于人的空间 台海发生核战的几率极低 七国集团领袖峰会G7 于5月20日在日本广岛 发表广岛愿景联合声明 指出中国的核武发展缺乏透明度 增加了对全球核区域稳定的担忧 对此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5月22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被问到 是否台湾会因此寻求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 吴钊燮响应 与美国之间就核武讨论的相关问题 不适合在这里做说明 台海局势日趋险峻 如果中国仿效俄乌战争以核武威胁台湾 台湾与盟友如何降低这种危险 成为国内外舆论的话题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 中国宣布可能对台湾施以核武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 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 并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 但未必会是直接的军事介入 他说直接的军事介入可能性较低 因为会考虑到中国战略与战术核武的威慑 所以西方国家将会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 例如提供防御武器 或者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陈文甲表示 西方国家也会提供人道援助 并协助台湾采取国际法律行动 指控中国违反国际法 特别是如果中国的行为违反了和不扩散条约 或其他相关协议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记认为 台海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 因为俄乌战争的发展阻碍了习近平拿下台湾的野心计划 特别是现在俄罗斯节节败退 会让习近平重新评估攻台的必要性调整计划 他说俄乌战争拖了一年多 情况还对普京欲来愈不利 这等于是给习近平一个警告 中国得再三思考攻打台湾的决定 基本上除非习近平处于极度的政治困境中 不然他不会贸然攻台 因为美国的实力还是在中国之上 秦晋指出 纵使中国真谛想攻下台湾 既不需要也不会想用到核武器 因为真要占领台湾并非难事 但若是台湾变成焦土 中国会成为所有西方国家的敌人 加上占领后却无法拥有台湾所拥有的高科技产业 这对中国怎么算都不划算 他说中国增加核弹头数量 不是为了攻打台湾 杀鸡烟用牛刀 那是做给美国看的 秦晋认为 台海之间目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但长期来说 确实要防止中国在缺乏慎重考虑的情形下 突然动用核武 他指出 以报一报 以核武对核武的方法来 制衡中国不会有效 只会加速军备竞赛 导致严重的安全困境 但是姑息安抚 也不会让中国因此罢首 民主国家需要一套完整 符合现实 可执行的战略政策 才能有效遏制 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习近平70岁生日之际 普京金正恩其助手 据法新社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普京在克里姆林公网站上发布的一封电报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 我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 幸福 繁荣和成功 他强调说 我期待我们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并就当前的双边 地区和国际问题 开展密切合作 造福余额 中人民 在信中 俄国总统还赞扬习近平 说中国在他的领导下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国民经济稳步增长 公民财富增加 北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 普京还欢迎他的中国同僚 为加强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 和战略合作关系所做的努力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送了生日贺电 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长期以来 怀着对党 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投身于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受到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尊敬和信赖 贺电中写道 在习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初步实现了建设富裕社会的目标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相信在总书记的领导下 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中国党和人民 必将在实现中华复兴的斗争中 取得胜利 实现更加辉煌的成果 法新社指出 自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攻势 以及西方制裁重创俄罗斯经济以来 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北京还强调 不选择俄罗斯对其乌克兰邻国的攻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3月访问莫斯科 他曾说 双边关系正在进入新时代 另外 韩联社报道称 金正恩在周二6月13日 就委托朝鲜驻华大使李隆南 通过中联部副部长送上花篮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习近平七十大寿 网友发文怀念江泽民 自由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题 今天迎来70岁生日 中国网友却纷纷怀念起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对此前国大代表黄彤孝 摘录一些网友对江 其两人学历 见识等对比看法 不少网友称江 执政时代更开放 看得到希望 经济发展多好 黄彤孝表示 这些贴文虽然只有短标题和照片 但下面跟贴的一大堆评论 却暗藏了许多捧江贬习的套路 黄彤孝金在脸书发文表示 6月15日是习近平的七十大寿 他一大惊早在中国网易 新浪等平台浏览资讯 意外发现许多中国网友发文怀念江泽民 更奇妙的是 贴文虽然只有短标题和照片 但下面跟贴的一大堆评论 却暗藏了许多借骨粉金 指桑骂怀 捧江贬习的套路 黄彤孝转提一些 教局代表性中国网友 皮欧文评论有两个类别 分别为对比江习学识和见识 以及江习执政时代差异 中国网友指出 江泽民平本时考上大学 是上海交大毕业高材生 民国的大学生才是真有水平 理工科多才多艺 见过外面世界 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一个有气质 有丰度的国家领导人 值得我们怀念 有文化 有见识 最重要的是有人性 反酸习学历不比江 且是一个没文化 没人性的国家领导者 江泽民1947年 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习近平1979年 自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系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 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至于江习执政时代差异 不少网友提到 江泽民执政时期是中国飞速发展时代 风气包容 开放且充满活力 经济发展好 当时还可以直播和记者互对 部分网友认为江泽民是外交行家 他在国际上左右风源 蒸蒸日上的江公时代 拥抱着世界 温暖着祖国 不少网友直言 将治理时期 政治上还是很宽松的 大家活得开心 好怀念那个开心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 日子有盼头 朋友便贴一下的美好年代 皮友文曝光后 吸引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表达不同看法 有人说不喜欢现任的独裁者 怀念前任独裁者 也是蛮可怕了 都很烂 比烂的 找一个比较不烂 于道土匪 才会怀念小偷的善良 前国大代表黄冯孝说 中国网友这些怀念江泽民的贴文 虽然只有短标题和照片 但下面跟贴的一大堆评论 却暗藏了许多借骨俯金 指桑骂怀 捧将贬习的套路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古巴的秘密军事基地 是中国的监听站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古巴西部沉静的 贝狐卡尔镇 比之口的郊外丛林覆盖 路的尽头是一道铁丝网 上面挂着写有军事禁区 请勿进入的警示牌 美国方面长期以来 一直怀疑 中国在这里收集情报 路透社记者有幸获得 前往贝狐卡尔镇 一探究竟的机会 6月8日 华尔街日报引述匿名消息报道 中国计划在古巴建制窃听设施 白宫方面最初的回应 是指出该消息不准确 但是几天后 又有匿名官员向各大媒体证实 中国至少从2019年开始 就在古巴建制军事和情报设施 以搜集美国情资 路透社的记者看到 在贝狐卡尔镇的山上 架着大量天线 一个看起来与天线相连的 生锈的白色金属圆顶 在茂密的丛林中 若隐若现 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骑着摩托车 对着路透社的记者拍照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C 2022年11月完成的一份文件指出 美国认为 这个距离佛罗里达州 仅187公里的 鲜为人知的古巴军事基地 被用来拦截美国的电子通讯 报告称 中国利用前苏联时期 设立的古巴情报设施 收集信号情报 这份文件 由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 和司法部成员在内的 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 其中部分内容 成为拒绝申请 海底光纤通信电缆 ARCOS 一连接古巴和美国的理由 本周一 6月12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新闻例会上 再度回应 有关中国在古巴 经营间谍中心的提问时说 短短两天时间 美国官方和媒体 在所谓 中国在古巴 修建间谍设施问题上 散布了一系列 自相矛盾的信息 再次上演了一出 美国否定美国的闹剧 我想说的是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无论美国如何造谣抹黑 中国之间的真诚友谊 也掩盖不了 美国对世界各国 进行大规模 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斑斑劣迹 古巴方面说 对其领土的唯一军事入侵 是位于关塔纳摩的美军基地 上周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科比在接受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 MSNBC采访时 否认了华尔街日报 有关中国和古巴 秘密建设间谍设施的报道 认为这一报道不准确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没有再回复路透社的问询 既没有证实 贝胡卡尔军事基地 为中国作为监听基地所用 也没有表示 是否仍在关注此事 路透社记者在贝胡卡尔镇 看到当地种植着 大量甘蔗和香蕉 当地人在农田里劳作 骑自行车或者骑马出行 61岁的佩雷斯 Arnoldo Perez 从出生开始 就住在贝胡卡尔 他说 他也不知道 山上哪些天线被谁使用 他说 我只知道 这些和军队有关 不过我就是个乡下人 我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古巴这个沉寂的小镇 长期以来 一直是一处神秘之地 这里距离哈瓦那 仅30多公里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 被美国侦察机发现 这里是苏联核弹头的藏匿之地 这个镇子 也因此变得为人所知 古巴导弹危机 最终以苏联 从古巴撤出导弹收场 尽管这场危机 持续时间很短 但其仍是美国国家安全史 和核战争准备始终的 一次重要事件 亦通常被认为 是冷战最接近 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一次 2016年 古巴裔美国佛罗里达州 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率先要求哈瓦那政府 移除位于 贝胡卡尔的中国监听站 美国中情局 古巴事务前 高级分析师 阿姆斯特朗 Fulton Armstrong说 人们对贝胡卡尔的情况 置之甚少 他说 按照今天的科技水平 建一个监听站 对中国的意义不大 他说 北京现在拥有 更先进的监听设备和技术 但是他也表示 将古巴作为自己的基地 这对北京来说 具有象征性意义 因为中国 对美国在台湾海峡 和南中国海的间谍活动 深感不满 美国一位退休军事官员说 古巴靠近赤道 更方便监测地球 同步军用卫星 2019年 路透社也曾报道称 中国军方在阿根廷 运营一个太空监测站 路透社记者 在贝胡卡尔镇采访 当地居民时 所有人都说 他们没有看到 也没有听说 近些年来 中国在当地有所参与 很多人说 他们认为 俄罗斯可以进入 镇上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入戚乌克兰以来 俄美关系的不断恶化 加剧了人们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可能考虑 在古巴洛尔德斯 Lords 重新开设间谍基地的猜测 这里在冷战时期 曾是苏联的间谍基地 36岁的农民 德斯潘耶 Unavis de Spain 住在贝胡卡尔基地附近 他说 如果中国在这里搜集情报的消息是真的 他早就会听说了 都是谣言 他一边除草 一边咧嘴笑着说 这里的人什么都知道 谢谢收看新闻焦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